2003年10月16号 黑龙江哈尔滨市人才市场的门前 农民夫妇丹一权 刘中霞夫妇驾驶着农用车到附近市场去卖葱 农用车上啊 满载着货物用绳子固定住 在行驶过程中 农用车上绳子呀 不慎呢 就套在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宝马车的倒车镜上了 这个车呀 是宝马查姆3.0的型号 车牌尾号为黑AL6666 戴玉泉夫妇并没有注意到 继续向前行驶 在戴玉泉发现异样的时候 他就把农用车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 宝马车已经被农用车向前拖动了两米左右 从这点来看呢 宝马车当时应该是挂着空档的 而这一点成为了日后案件的关键点之一 宝马车里面有两个人 苏秀文姐妹 在自己的车被拖拽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下了车 案件就从一起普通的交通纠纷开始了 苏秀文姐妹下车之后 与戴玉泉发生了争执 戴玉泉的老婆刘中霞在农用车上还没有下来 苏秀文姐妹俩对戴玉泉进行了辱骂 并且抡起随身携带的昆包 对戴玉泉进行了殴打 戴玉泉呢始终没有还手 这时候戴玉泉的老婆刘中霞从农用车上下来了 试图帮助自己的丈夫解围 他上前试图与苏秀文进行沟通 这时候也遭到了苏秀文的辱骂和殴打 刘中霞的女儿说 我妈妈被赶过来的苏家姐妹打了两个耳光 苏家姐妹用手中的皮包去打戴玉泉 一边打一边骂 去你妈的个的 你把面包折光了 才几个钱 刮我的宝马 你赔得起吗 戴玉泉说 我爱人看我爱打 过来想拉开 她姐妹两个就分开 一个打我 一个打我爱人 戴玉泉 与刘中霞知道是自己的责任 他们没敢还手 只是一个劲的道歉 由于是在早事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苏秀文的态度表示了不满 大家劝说苏秀文 有事说事 别骂人 别打人呢 有人劝说 没啥大事 到时候竟也没坏 为了个事 把路都堵了 不对呀 苏秀文看到围观群众 对自己的不满 非常愤怒 他指着围观群众大声 咒骂 此时戴玉泉跑去观察被绳子刮住的后视镜 而他的妻子刘中霞站在宝马车的正前方 苏秀文在骂街 围观群众主流的意思呀 是希望苏秀文把这个宝马先倒回去 因为交通都被他们给堵上了 戴玉泉说 在围观群众的劝解下 他们不再打骂了 让我们谢葱 想把倒车精闪出来 我和我媳妇忙了十多分钟 谢完葱 两个女人就上车了 没有想到 起车之后 她的车竟然向前猛冲 第一个就把我媳妇撵在了车下 然后又向着看热闹的人群冲了过去 苏秀文骂完之后 走到宝马车前 对着前方说了一句话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 能够表明当时苏秀文说的是什么 有赛场目击者称 苏秀文当时说的是压死你 大家以为要倒车 于是车后面人呢 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但是实际上 大家全都想错了 目击者李林说 我眼看着那个车呀 稍稍向后到了一点 然后就向前 飞快的开了过去 宝马车在人身上颠簸着 只见接连被撞倒的十二三个人 在地上哇哇乱叫 这咋滚啊 宝马车并没有倒车 而加速的向前冲进了人群 连续撞人大约二十米 直到撞到墙才停了下来 车和墙之间还夹了个人 围观的人将车推开 才救出了那个人 被撞伤的外地民工 焦玉海回忆说 我站在车前 突然那个车就冲过来了 把我撞出去了五米远 坐在路边 我见到地上全是人 那个卖冲的女人就躺在我面前 已经死了 带一泉说 我爱人 当时离车头 也就一尺远 被车顶出去 又被车轮从脸上压过去 我跑过去一看 他当时就死了 脑袋扁了 一只眼睛也没了 带一泉 因为在车旁观察后视镜 躲过了一劫 他老婆刘忠霞 当场被宝马车撞死 这些事情造成了一人死亡 十二个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围观者张岩等七个人 被撞成轻伤 围观者崔志华等五个人 被撞成了轻微伤 这里老刘呢 需要普及一下 胳膊呀 或者腿骨折呢 算是轻微伤级别的 因为呢 经过治疗可以痊愈 轻伤呢 就意味着 就算治好啊 也会留下一点 什么痕迹呀 影响功能之类的 比如说面瘫呢 失忆呀 那从这个鉴定结果来看 咱们就可以想象 当时长警了 但一全回忆说 我当时都傻了 我不知道做什么了 那个苏秀文 没过来看我爱人 也没过来看我 后来他丈夫 关明波 开着奔驰车过来 也没有过来 看我老婆 但一全说 他自己也险些被苏秀文压死 苏秀文上车之后 他的妻子刘中霞 在车前一时多远 而戴一拳 则离得更近 猫着腰 看着宝马车的后视镜 宝马一启动时 他听到后视镜 咯咯一响 忽然觉得不好 下意识的身子往边扔一躲 就躲进了农用车的车头 和车厢之间的牵引架边 宝马就呼了一声 从身边冲过去了 如果他没有了下意识的一躲 就将被急死在宝马 和农用车之间了 戴玉全说 那样的话 撞死的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了 随后有人报警了 但是来的除了交警还有武警 事后没有人对武警为何出现 进行过解释 但是老刘想说呀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听众 去注意的细节 公安机关当天呢 就把苏秀文捕获了 几天之后 哈尔滨道理区交警大队 要求戴玉全做第二次笔录 戴玉全就问了 为什么又要做笔录啊 交警说了 有些事情你没有说清楚 再补充一下 可是戴玉全说 新的笔录并没有做什么补充 只是戴玉全在强调苏秀文 故意杀人时 交警问他 你怎么知道 他是故意杀人 戴玉全反问 你们怎么知道 他不是故意杀人呢 交警没做回答 还是反复的质问戴玉全 你怎么知道 他是故意杀人 戴玉全对记者说 他们好像是在引导我 讲一些什么 黑龙江的一位法律界的人士 告诉记者说 戴玉全这样的笔录 被称为是报案笔录 已经超出了交警的办案的范畴了 应该由刑侦介入 案故意杀人案调查 10月28号 道理交警大队大队长王俊领 向媒体透露了事发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10月18号 有关部门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将苏秀文由行政拘留 转为刑事拘留 也就是说 在48小时之内 这个案件的性质 就得到确定 不是故意杀人罪 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只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道理区交警大队 对事故的鉴定结论为 苏秀文是由于驾驶车辆 精力不集中 操作失误 发生事故时 采取措施不当 才导致事故发生 必须得承认 这交警大队的结论很全面 连苏秀文在开车 碾向人群时精力不集中 都能鉴定出来 事故结论认定 苏秀文本想调到倒车档 但是由于车处于N档 所以不慎呢 调到了前进党 然后车移动之后 他发现不对 想踩刹车 但是不慎又踩成油门 所以呢 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0月28号 哈尔滨市公安交警支队 在道理交警大队 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 交警部门经过大量工作 共取得证言和询问笔录26分 从两个方面认定这起事故中 苏秀文撞人不是故意的 其第一方面是 从其动机上 苏秀文供述 自己下车后 骂了农用四轮拖拉机司机戴义权 后被戴义权的妻子刘忠霞拉开 刘忠霞还连连向苏秀文道歉 而且当时周围群众对苏秀文比较同情 认为呢 是农用四轮车超宽 将宝马车刮伤 并没有起哄 和对苏秀文进行辱骂 苏秀文当时确实比较气愤 但是没有达到对周围群众恼羞成怒的成怒 如果说苏秀文对刘忠霞生气可以理解 但对十二名周围路过的群众没有任何厉害冲突 所以从动机上看苏秀文没有故意撞人的动机 哈尔滨的一位市民说 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 与十二名伤者没有任何厉害冲突 这说明苏秀文可能没有撞伤十二人动机 十二人受伤是前冲汽车的巨大惯性使然 但这不能说明苏秀文没有故意去撞刘忠霞的动机 这位市民说 戴一拳与刘忠霞夫妇挖了苏秀文的宝马车 引起苏秀文愤怒 他们之间已经有厉害冲突 难道交警看不到这一点吗 对当时围观群众对苏秀文比较同情 也有不同说法 有一个目击者描述当时的场景说 也有不少围观群众对苏秀文的辱骂不满 说挂外车 你该报警就报警 该私了就私了 骂人能解决啥问题啊 二宾警方称 从苏秀文驾车撞人的过程分析中 也得出了苏秀文不是故意撞人的结论 警方称 事发第一阶段 农用拖拉机与宝马车相刮 并将宝马车向前 带动了吉米的清洁 说明当时苏秀文停车的时候 将宝马车的档位挂在了空档 而不是锁车档的位置 当苏秀文再次上车的时候 苏秀文认为啊 档位呢 是在锁车档上 按照惯例 苏秀文往下一拉 以为是倒车档 实际上呢 是拉到了前进档的位置 所以呢 苏秀文一台刹车 车往前一动 由于苏秀文当时头脑激动 想踩刹车 却踩到油门上 车就冲出去了 因此交警部门认定 苏秀文驾驶车辆 精力不集中 操作失误 发生情况时 采取措施不当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其行为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二项之规定 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部门称 一方面是根据苏秀文 自己当时的供述 更重要的是凭借伤者 叙述的整个肇事过程 另外呢 苏秀文对宝马车机械性能不了解 也是认定了一个依据 但是啊 法律界的人士指出了 这三个方面中 任何一个都不能必然的得出 交警部门的结论 苏秀文事发之后 供述不记得当时的操作了 显然 这不能为交警的结论 提供支持 而且呢 即使供述支持 当事人的供述是否可信 也是需要小心对待的问题啊 南开大学 法学院教授岳标说 苏秀文的交代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绝不能成为认定的主体 关于证人的证言 2003年10月29号 当道理交警大队大队长 王俊领 在黑龙江交通广播 交广说法节目中 谈到这一点事 就听众呢 打进电话来询问了 我只想问 那26个证人 是怎么知道 他踩错油门的 当时 有没有一个人 在他的车上啊 交警所提的第三个证据 是苏秀文 对宝马车 机械性能不了解 这辆车牌号为 黑AL6666的宝马X5级普车 确实2003年8月份 刚买的 是案发时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一位开自动挡汽车的司机说 宝马X5级普车呀 是自动挡 而所有的自动挡汽车 都是大同小异 苏秀文事后 供述说 他经常开车 而且是自动挡汽车 从他自己的供述来看 他是熟悉 自动挡汽车驾驶的 然而在2003年10月28号的 新闻发布会上 道理区交警大队称 苏秀文并不像自己供述的那样 经常开车 而是从2002年开始 在其女儿交了两次之后 才有驾车经历 而且所驾均为自动挡车辆 驾车经历 也仅有十余次 一位姓郑的哈尔滨市市民 打电话给交告说法 说道 警方的分析很片面 原来赵事者说 自己经常开车 可是现在警方推翻了 招事者自己的交代 说他不经常开车 这让人感到纳闷啊 感觉上说 他不经常开车 就是为证实 他是挂错了档 不是故意的 为他冤枉 那么交警部门 有何证据 推翻苏秀文最初的供述呢 有何证据证明 苏秀文在1997年 拿到B类驾照之后 一直没开过车 直到2002年后 才开过几次呢 一位律师说 拿到这样的证据并不难 例如苏秀文 在拿驾照的时候 是否经过培训和考核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 有没有开过车 是否有除亲属之外的证人证言 但是这些呀 交警部门一律呀 没有提供 2004年月6号 有记者呀 就苏秀文的供述 与交警部门的结论 不一致的问题 询问道理交警大队大队长 王俊领 王俊领不予回答 要记者咨询其上级单位 哈尔滨交警支队 记者就致电哈尔滨交警支队宣传处 一位自称为 王玉生的宣传处长 很不耐烦的说 已经结案了 很清楚了 那技术鉴定 警方对于驾车撞人过程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呢 从技术上讲是否可能呢 交警部门有没有请有关部门对宝马车进行鉴定呢 按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物品尸体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及有关的道路状态等 应当根据需要 即使指派专业人员或者聘请 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或者鉴定 检验或者鉴定应当做出书面结论 但是哈尔滨交警部门并没有向公众提供这样的鉴定 北京一位理性宝马车专家在接受某哈尔滨媒体采访时说 车辆失控 想踩刹车 慌乱中踩到了油门上 是大家最容易认可的一个理由 但对于驾驶自动党的宝马车而言 却是很难理解的 凡是开自动党汽车的人 起车前首先要踩刹车踏板 才能进行操作 如果苏秀文当时真的想倒车 他的脚肯定是在刹车上的 而不会起车后就踩油门 因为倒车时所有的司机都不会做这样危险的动作 倒车的时候即使不踩油门自然的速度 令司机们还要紧踩刹车 如果抬起脚刹车的过程中 发现车子动的方向相反 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再次踩下刹车 因为他的脚此时还在刹车上 据新京报的报道 北京宝马公司技术人员认为 发生物挂档位车辆突然提速冲出的情况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 按交警的结论 苏秀文的操作就属于这种微乎其微 但是这种结论既不是出自宝马车的技术人员 也不是出自苏秀文本人的供述 而是出于交警的判断 哈尔滨律师张忠说 这个结论有一个最主要的前提 苏秀文没有杀人的故意 也就是说 警方在不考虑苏秀文故意撞人前提下 只能用误相油门当刹车来解释事故发生的合理性 还有一个技术前提 也就是宝马车当时是停在空车档上的 种种证据表明 当时宝马车的确是停在空车档上的 否则自重两吨的宝马车 不会被慢速行驶的农用车带出一米多远 2003年11月10号 道理交警大队对一辆性能相同的宝马车 进行了鉴定 表明这种车辆在停车档和空档时都能启动发动机 这似乎被误将油门当刹车这个理论提供了技术知识 但是这次鉴定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第一 管理交通的交警是否有资格进行车辆技术鉴定呢 交警部门越阻带袍是否要急于证明什么呢 第二 勿将油门当刹车 这个结论已于20多天前的10月18号做出了 为什么这么久以后再来做技术鉴定呢 技术鉴定与结论在时间上倒置 这说明什么了 而且即使这个试验证明了苏秀文在停车档时能够启动发动机 也不能排除他故意加大油门去撞人的可能啊 另外老刘之前讲过 在事发现场为什么会出现武警呢 有传言说 由于这个苏秀文呢 有背景 事发当天赶到现场的武警呢 是被调过去保护他的 从宝马车撞人案现场照片中可见 确实有多名武警正在事发现场 维持秩序的场景 哈尔滨市道理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立呢 对此呢 向记者解释说 是交警队请求武警协助到现场疏散交通的 王立说 当天到场的武警啊 在事发前就已经分散在道理区 各主要路口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了 王立进一步解释说 事发地点位于哈尔滨市人才市场门前 同时周围还有数十家职业介绍所 平时就大量无业人员聚集 宝马车撞人之后 周围很快聚集了数千的群众 整条路段呢 交通都被封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得不向武警求援了 04年1月4号下午 事发当天赶到现场的黑龙江省 武警总队5支队 4中队队长 李峰将记者证实了交警部门的说法 李峰说 2003年10月 武警部门一直在配合交警 开展畅通工程 说包马车撞人的时候 已经过了交通高峰期 在武警正准备收队的时候 接到了交警求援指令 随后呢 分散在道理区的 该中队的40名武警 5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 维持秩序了 2003年12月26号晚上 一位在事发当天赶到现场的 当地媒体记者呀 曾经向新京报的记者回忆说 宝马车撞人案发生了一段时间 武警和交警确实在搞交通共建工作 当记者调查发现了 宝马撞人案发生后 并没有一家媒体在该案前期报道中 对现场为何出现武警的具体原因 做出报道 在这个消息产生之后 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声音出来辟谣 导致了这个信息通过网络和人际 传播越传越广了 另外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受害人一方戴玉璇 为何会选择和解 而非民事诉讼呢 2003年12月27号 戴玉璇告诉记者说 事情过去了 现在说别的没啥用了 我与关明波现在是朋友了 如果是从苏秀文的角度 我们绝对不会做朋友 但是关明波这个人不错 事发后 亲戚朋友们都说 如果不和解的话 那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戴玉璇说 你来 其实我特别高兴 你肯定认为我很软弱 人活着一世不易呀 我要考虑孩子们 还要考虑以后的生活呀 戴玉璇说 那些天 他的家里来了很多记者 电话也不停的响 戴玉璇表示感谢的同时 也表示遗憾 他说 和解前那段时间 我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在谈话的过程中 不断有戴玉璇的亲属走进来 要把他拽走 临走前 戴玉璇扔下了一句话说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想一下 如果我想找你的话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之后戴玉璇就没有主动 给记者打过电话 1月07号 记者打通了 关明波的电话 而此时 关明波正在戴玉璇的家中 与苏绣文和解 是戴玉璇的主张 知道已经和解了消息 甚至戴玉璇的侄子戴清江 都感到很突然 戴清江后来告诉记者说 听到和解后 他很失望 他是坚持 要对苏绣文 提起民事诉讼的 戴清江说 我很难受 之后 我就再也不管这件事了 记者初次见到戴玉璇 和与戴清江多次通电话的过程中 他们多次提到压力这个词 那压力从何而来呢 对此 戴清江后来向记者解释说 对方开着奔驰宝马 而且车号是6666 戴家感受到的压力 其实是无形的 而不是关明波向戴家施加了压力 戴一拳的小女儿刚刚16岁 那些天 记者一直记得27号 从戴家离去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原来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但现在我是一个穷人 对于苏秀文驾驶和壮人责任认定 道理区交警大队的结论是 苏秀文是由于驾驶车辆精力不集中 操作失误 发生事故时采取措施不当 才导致事故发生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二项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引起争议的是交警部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 尸体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 及有关道路状态等 应当根据需要 及时指派专业人员 或者聘请有关专门知识的人 进行检验或者鉴定 交警方面的证据 来自于当事人的叙述 证人证言 现场勘察情况 生情鉴定 和车辆检验等方面的材料 对于证人证言 有专家已经提出 二十六份证人笔录的一致性 需要进一步核查 对证人怎样提问是很关键的 宝马公司技术人员试驾结果表明 宝马车突然窜出连伤 十数人前提 应该是苏秀文在最后的瞬间 将脚从刹车踏板移动到油门上 并且蒙踩油门 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 采用的主要依据 是当事人的说法 其他证据的运用 都以分析成分居多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 为何其他的十二名伤者 都没有异议呢 那对于另外十二名伤者来说 此次也获得赔偿的陕西人 李文斌的观点 或许具有代表性了 李文斌是被撞倒的人撞伤的 伤情是内部软组织磋伤 获赔2700元 李文斌称自己伤的不重 拿到的赔偿也足够 没有上诉的必要 庭审之中 苏秀文辩护律师高静了 请法庭注意一点说 事件发生后 没有一名受害者在庭审中提出附带赔偿请求 2003年10月30号 黑龙江省检察院侦察监督处工作人员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被害方已经获得赔偿 法院在进行判决时一定会有所考虑 量刑是可能会有利于赵志芳的 高瑞强在宣读的法庭最后判决中说 被告人苏秀文在侦察机关主持下 为被害人及伤者赔偿的经济损失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已经和解 综合上述情节可以对其酌情 从轻处罚 此案既是公诉案件 苏秀文又表示不上诉 于是判二缓三 此案了结 在这个案件走司法程序的过程当中 苏秀文在面对公安机关和法庭时 对一些事情的表述 用了不同的口径 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 法庭是如何调查和认定的呢 现在不得而知了 在庭室现场 苏秀文说 没看到死者向他赔礼道歉 并称 不知道他和农用车司机是夫妻关系 而在道理区交警大队通报的责任认定中 有如下叙述 苏秀文供述 他下车后骂了戴乙权 被戴乙权妻子刘中霞拉开 之后刘中霞向苏秀文道歉 而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啊 戴乙权在叙述事件场景时称 他们两个不由分数啊 抡起皮包 就向我和中霞打了过来 一边打一边骂 他们不再打骂了 让我们谢聪 想把倒车镜闪出来 我和我媳妇忙了十多分钟 谢完聪 那两个女人就上车了 从上述情节来看 苏秀文即使不知道刘中霞 是戴乙权的妻子 起码也是知道 刘是和戴一起卖葱的 有一位法律记的人士指出 苏秀文称不认识死者 这在排除他故意杀人的嫌疑上 是关键证据 而苏秀文在对自己驾驶技术 到底如何的表述上 也是前后矛盾 法庭上苏秀文称自己不会开车 是今年八月 他女儿回国之后 才教他学的开车 而经交警部门查证 苏秀文所持的驾驶证 是1997年合发的 发证机关是黑龙江省农肯公安局交警队 也就是说 他拿了六年驾照 却没有开过车 苏秀文在法庭上 是这样叙述撞人过程的 上车后 我精神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的 车呼一下就起来了 我想踩刹车 但当时怎么也踩不住刹车 后来车撞到了大树 停了下来 关于车是怎么启动的 苏秀文说 想不起来了 说车冲出去之后 找不到刹车 苏秀文解释说 对车不了解 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在交警部门的最初询问中 他的回答是经常开车 庭审之中 苏秀文说 拿驾照的时候 没有参加驾驶员资格培训 和理论考核 交警部门在事发后核实 苏秀文却有驾照 然而关于没有培训 考核这个环节 交警部门称他们只确认 驾驶证的真假 那么关于在现场老刘提过的 苏秀文是否说过压死你这句话呢 这句话呀 要从戴清江 也就是戴玉权的侄子来说起了 事发之后呢 戴清江啊 最初是不主张和解的 他一直在积极的寻找 苏秀文故意伤人证据 事发后的几天 戴清江多次到事发的现场 戴清江告诉记者说 当时有一个人对他说 听到了苏秀文在上车前 说过了压死你这样的话 后来谈到出庭作证 这人提出要以戴清江 付五千块钱为代价 戴清江认为 即使证人所说的情况真实 他拿钱买证据 也是不可以的 此后戴清江再也没有 与这个人联系了 这一点呢 某中央级的电视台 一位记者可以证实 这个情况 戴清江在电话中 透露给了当地某周报记者 11月初这条消息在当地刊发了 道理区交警大队 副大队长王立 在1月2号告诉记者 他们找戴清江调查的时候 戴清江讲述了这个过程 后来呢 戴清江给交警大队 出去了一份证明 证实没有这个事情 证明某周报的报道是错误的 而戴清江告诉记者 他并没有证实没有这个事情 而是在笔录最后指出 只有一个人对他说过 听见苏秀文在上车前 说过压死你这样的话 而非当地某周报报道的四个人 4号的下午 记者打通了戴清江 所指的证人电话 然而这个人一听说是记者 马上就说 你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啊 出于对舆论的压力 公安部组织了复查组 对本案进行了复查 清查不存在苏家收买 恐吓证人 不让其到法院出庭作证 对撞伤者伤情鉴定 结论不准确 苏秀文和其丈夫 系省市领导的亲属 并由省市领导 干预该案处理 等影响案件定性 和量刑的问题 除此之外 所有被告人 包括戴玉权 均未对苏秀文 提出民事赔偿 戴玉权那边啊 很快就选择了 原谅苏秀文 并且对前来采访的 记者表示 人死难复生 死都死了 说别的也没用 而且自己现在啊 和苏秀文的丈夫 关明波是朋友了 法院方面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及这次审判 声称这次审判呢 坚守了公理和正义 法院的判决 没有受到舆论的左右 是司法的进步云云 也许要老刘想说 这全社会都应该欠 他们一面紧旗吧 于是这个案件 就圆满结束了 这个可谓是一个 大团圆式的结局呀 但可笑的是 苏秀文连看守所都没待 第一天就被诊断为 脑血管静磊 导致在看守所睡不好觉 就搬回家里住去了 苏秀文就医 据《新兴报》的报道 10月18号交警部门 核实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对苏秀文实行刑事拘留后 将其送到哈尔滨市公安局 监索管理支队 因为她是女性 又有医院的诊断 必须输液治疗 于是将其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医院 警方说 在刑事拘留的期间 苏秀文确实因脑部血管静磊 接受过治疗 章中指出罪犯或者犯罪协议人 在押期间保外就医 必须具有符合罪犯保外就医 疾病伤残范围的29种重大疾病 记者就特意查询了一下 这29种疾病 其中脑部血管静磊不在其列呀 阿尔滨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一位神经内科的医生说 一般的脑部血管静磊不算病 就是睡不好觉 着急上火 没什么临床的意义 只有脑部出血 刺激神经 才是真正的脑部血管静磊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动脉流破裂 或者外伤导致脑部大出血 张忠说脑部血管静磊 是什么 不就是头痛吗 若头痛也能保外就医 那看守所和监狱中早就没人了呀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有传言说了 这个苏秋文呢 是省领导韩贵一吃的儿媳妇 所以手眼通天 随后各大媒体先后对此传言进行辟谣 事实上苏秋文老公的父亲叫关亚洲 关亚洲并不是省领导 关宁波确实不是省领导的儿子 但是媒体当时没有说 他的父亲是黑龙江最大的高速公路的承包商 曾任交通厅长的原黑龙江副省长 傅小光与其交情甚密 这个傅小光曾是巨子修建了一栋专家公寓 内设高档游泳池 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贵之 常去该处游泳 苏秋文闯获当天晚上 傅小光曾经出面 引荐省里各方政要一起上议 这些消息被披露的时候啊 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韩贵之宣告下台 他在这里 老刘啊在他家聊一聊 关于焦点网谈对于代义权 侄子戴清松的一个独家专访 记者问当初是谁主动提出和解的 戴清松回答说 是我 记者说对于和解 你家人意见统一吗 你沈娘家人同意吗 戴清松回答说 应该是统一的 我叔同意 我沈娘家还有姐姐弟弟 我得叫旧吧 他们说已经嫁到你们家了 你们就处理吧 没有意见 记者说为什么会提出和解呀 戴清松说 从事情表面分析 其实就是个交通事故 假如在往里面揪 打到故意杀人 或者故意伤害致死 在司法界定上有一定难度 好几个证人 我和他们接触了 对他们的话也不太信任 光车出去 就有三种版本的说法 而且都是在现场的当事人说的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而且人力物力财力都要消耗我 记者说 就是说和解完全是从自家利益考虑和官民播家没有关系了 戴清松说 没有关系 记者又问了 那你怎么看现在的舆论和呼声呢 戴清松说 媒体也好 包括我也好 他都不能作为司法界的东西来衡量 如果才要翻灯出来 把我们家推向前线 你就要告 你不告 对不起全国人民 全国人民这么支持你 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了 上升到贪污 腐败 贪官 污吴力这个程度上了 把我们推向前线 就是为了找几个贪官 找几个污吏来 这时候让我们家怎么做呀 记者说你们家想打这场官司吗 戴清松说 不想 没那个必要 人说不打官司不受穷 如果我们打官司再提出经济赔偿 说我们为了几个钱 现在我们不打 又说这个钱肯定已经给的不少了 这话都是两面说 所以我们不打这个官司 谁愿意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说明这个事 记者说 那你们想对网民说一点什么呢 戴清松说 我认为 声援弱者肯定是对的 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声援 怎么去做 有一篇报道说 我老叔把他妻子给卖了 卖了八万元钱 你说 像这样的声援 要他干什么呀 我觉得媒体应该是一个渠道 也领着别人向正确的方向走 这是正确的 但是 你领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认为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真感觉不到舆论 对我有什么帮助了 现在网上就开始骂这个骂那个 网民这么帮我们 是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呀 我们家 要求你们网民开嘉兴南湖会议去了 说我们忘恩负义 这种恶性炒作 每个人都心潮澎湃的 你说这是媒体对我们的帮助吗 2007年5月26号 安徽省寒山县 发现了一具浑身赤裸的女尸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火速地赶到了现场 发现案发现场非常凶残 首先发现尸体的地方 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因为那里杂草丛生 也没有流露过过多的斗争的过程 凶手之所以会将尸体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毕竟那里的草实在是太高了 算是一片荒地 如果不仔细的观看 根本不会发现 从此之外 案发现场附近 还发现了刹车的痕迹 所以警方怀疑凶手 很可能是有桥通工具的 而且依据现场血迹的痕迹来看 被害人应该是被凶手 拖下车形成的 由于案发现场有一个斜坡 斜坡那里也有部分滴答的血迹 所以尸体很有可能 就是从这个坡上 被拖拽到水沟里面去的 虽然这样一个运尸体的动作 一个人也可以完成 但是那个斜坡的坡度很大 所以一个人完成会非常费力 拖拽的痕迹也会更加大 而现在拖拽的痕迹 以及草地上小草 倾斜的方向被看上去 像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所谓 而案发现场发现的女尸 一不蔽体 经过警方初步的检验 应该是刺杀 身上有被利器 捅出的八十多处伤口 因为尸体的状态 所以现场分析 很可能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或者是劫财劫色 警方经过对尸体的初步检测 可以排除被害人 是被性侵的可能 既然不是性侵 女尸为何一不蔽体 凶手为什么要伪造一个性侵的现场呢 凶手杀害被害人的目的 究竟是轻杀还是仇杀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近 丛林裸露女尸被杀害的真相 首先要确定一点 这个可怜的女性尸体究竟是何人 她又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 警方根据现场的勘察结果 首要任务就要找出死者身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在四十公里外的某个码头 警方发现了一辆 疑似被遗弃的出租车 出租车的颜色是红色的 奇怪的是 车内有大量的血迹 通过红色出租车的车牌号码 警方查明 车主的身份 就是丁爱华 丁爱华是谁 他的出租车 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荒郊野岭 丁爱华如今又身在何处呢 警方得知 丁爱华就是出租车的主人之后 立马对丁爱华展开调查 原来丁爱华也失踪了 那他会不会和那个被抛尸的被海人 有关系呢 丁爱华在失踪前 曾经给他的丈夫打过一个电话 他告诉他丈夫 他正在在客 同样是驶往寒山方向 之后丁爱华连人带车不知所忠 与丈夫失去了联系 警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拿出被害女子的照片 给丁爱华的丈夫进行辨认 丈夫一眼就认出 被害女子正是丁爱华 警方立马对丁爱华的出租车 进行详细的搜查 在丁爱华的副驾驶上 有少量的血迹 后面有大量的血迹 就连坐垫上的套子上面 有划痕 恐怖的事 在车顶 有少量的这种水流状的血迹 侦查人员 才持续了两天两夜的工作 终于从车外到车内 从车顶到车底 然后从光学到无损检验 就是车上的每一个零件 侦查人员都要拆开 进行深刻的检验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找出侦查的证据 节约办案成本 终于在警方各种筛查之后 在指纹库找到了一个 与丁爱华和丈夫不一样的指纹 而指纹出现的地方 就像是指纹的主人 坐在驾驶座位上操作 在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习惯时 另一方面 警方也对汽车的抛车地点 与出租车的行驶路线 展开排查 在2007年5月25号 18点05分 丁爱华的出租车 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 是在收费站的监控视频上 看到副驾驶上坐了一名 身穿黑色上衣的乘客 当时丁爱华坐在驾驶位上驾车 而在丁爱华的副驾驶上坐了一个乘客 年纪在18岁到35岁之间 难道他就是杀害丁爱华的凶手吗 找到了被害人身份之后 就是要找出杀害被害人的嫌疑人 查找嫌疑人身份 又该从何查起呢 嫌疑人杀害丁爱华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 警方首先从被害人的性质 为人处事方面调查 排除了凶手对被害人是仇杀 因为丁爱华生前比较强势 但是他和别人没有什么矛盾 更别说会有人这么残忍的杀害他 丁爱华平时生活也只是两点一线 除了开出租就是在家里 也没有和其他人有情感的纠纷 那会不会是劫傻呢 在当年呢 一般出租车每天营营额 大概是一两百块钱 难道丁爱华是被人盯上了吗 关于指纹的筛查 警方在全国指纹比对库上 也没有找出凶手 除此之外 就是出租车上 也没有找到什么物证 就算警方隔一段时间 就会重新检验这个案件的物证 还是没有找到证据 就这样 时间就来到了2020年 警方从没有放弃过对物证的比对 因为我们国家的勘察技术 常常在更新 终于警方在死者的一个袜子上 取到了一个混合基因型 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凶手的血刑 经过基因比对 民警终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犯罪嫌疑人张强 警方对其进行摸牌 张强的情况 十分符合这个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张强在2007年的时候 只有19岁 还在上学 但是他在2005年曾与朋友抢劫过一辆出租车 被判了有期徒刑八个月 由此可见 这个张强是有千科的 有着非常大的协议 为了确保准确性 警方又再次对死者的衣物 鞋子 袜子 进行检验 果真 又检验出了张强的DNA 虽然张强有着巨大的嫌疑 但是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 决定暗中观察张强 张强现在和他的二姐一起合伙经营服装店 张强在本地是没有固定的住所的 所以警方决定在他反湖 潮湖之后再实施抓捕 终于警方在张强二姐的服装店 抓捕了张强 但是当时张强异常平静 甚至还在被捕之后 让他姐姐把店门关好 防止有小偷进入 可见呢 这个张强的心理素质 异于常人呢 在审讯期间 张强可怕的心理素质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警方无论如何 都撬不开他的嘴巴 警方决定和张强 进行正常普通聊天 比如问他的过去 聊聊他的人生经验什么的 哎 这个张强啊 嘴巴很严 但是挺愿意聊天的 透露了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在涉及2007年左右的事情 张强却是只字不提 非常谨慎 警方询问张强 有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 张强开始不讲任何话了 遵循着沉默事件的原则 那张强的心理到底在想什么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警方走访了张强 在2007年上学的学校 警方发现 这个张强性格啊 极其的孤僻怪异 张强是父亲养大的 他的姐姐对他非常好 非常照顾他 警方运用这个突破点 一直与张强交流他家人的事情 没想到张强就突然说 自己要给家里人写信 写完了 就会向民警全盘突出 至于张强写信的内容 看起来就是一封普通的家书 行文很是流畅 在信中 他向他老父亲交代家里 每个方面费用是什么时候到期 是什么时候交钱 就像是交代后事一样 张强一物写了三封信 一封写给父亲 一封写给大姐 另一封信写给他的二姐 张强对待家里人 看起来是非常关心细腻的 这就更加让人纳闷了 张强杀害丁爱华的原因了 在张强的要求下 张强的家人纷纷表示 已经收到了信件之后 张强才开始 细数当年的案件信息 可是从张强的口供之中 这和当时的案件信息完全不一样 甚至也和张强的人生轨迹 那张强为什么要捏造案件信息呢 警方猜测 张强也许是在试探警方对案件到底掌握了多少 或者他是在权衡利弊 看看自己该怎么样承认这个案件 在张强都知斗友 历经18天之后 张强的态度似乎有一些改变 他表示愿意再将这个事情讲一遍 等到19天的晚上之后 张强才如实交代了丁爱华案件的真实犯罪过程 原来张强一开始不是奔着丁爱华去的 毕竟他和丁爱华毫不相识 张强原本想乘坐出租车绑架合肥的一个同学 那他为什么会对丁爱华下手呢 与张强一起作案的人是汪某 汪某啊 是张强在歌厅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的 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汪某准确的名字 只知道汪某阴翼的名字 就是这样不熟悉的两个人 为什么要一起作案呢 原来张强当年为了谋举巨额财产 和汪某商量一起去绑架张强的一位高中同学 但是他们实在没什么钱 那该怎么去找他的同学呢 两个人竟然丧心病狂的 为了筹措车费 住宿费等启动资金 决定抢劫出租车 为了增大抢劫的成功率 他们打算在丁爱华行驶到偏僻的时候 掏出匕首进行打劫 结果当时丁爱华进行了反抗 后来他们干脆把丁爱华捅死 连同八十几刀网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把丁爱华的衣服拔掉 然后将丁爱华的尸体 泡离四十公里左右远的地方 然后把车子停在路边 在案发之后 他们有些后怕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两个人决定断绝来往 有一次他们面对面 碰到一起 都装作互不认识 但是即使这样 他们在案发之后小心翼翼的活着 但是却不能永远埋葬真相 你不容易 得消灭绝去 得消灭绝取 我用这个硬房 断绝去 像重湯 可是 effectivement 我用这个区别的 色疾病 是 那种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